钟声响起美股收盘 结果让投资人脸都绿了 周四美股三大指数波动剧烈 道琼指数中场下跌545.91点 两天下来已经狂蟹1400点 连续六个交易日走低 写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最长的跌势 美股狂蟹欧亚股市跟着大震荡 不过美国近年来经济状况良好 失业率降到49年来新低 前景一片看好 股市却大跌 分析家认为是受到联准会升息影响 除了联准会升息 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和美中贸易战开打 影响投资人信心 都是造成股市狂蟹的推手 联准会是独立机构 一般来说总统不会对联准会的决策 做出回应 这次川普急于指责 就是想撇清自己掀起的贸易战 并非酿成股债的主因 就怕市场恐慌 再让美股崩盘 美国财政部长赶紧出面 呼吁投资人不用怕 他说美国的经济 基本面仍十分强劲 事实上市场大幅成长 有时出现修正 不必过度压抑 在新闻黄近平变异